一念花开,一念花落,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人人都把心地扫,世上无处不敬地 在佛教中,打扫是最好的修持方法 据说以前在佛祖座下,有个弟子,叫周立潘陀佳 偏性愚笨,教什么都学不会 一池如来,一具家陀 于一百日,得钱以后,得后以钱 佛祖教周立潘陀佳一句记,教了一百天 他都没能把这句记语记下来 往往是记住了前面一句,后面便忘记 后面一句学会了,前面又忘记了 实在没招了,佛祖便递给周立潘陀佳一把扫帚说 你记不住四句记,那就记住扫帚两个字好了 于是,他就按照佛祖的要求,每天扫地 最后把所有的业障烦恼都扫干净了 修成了阿罗汉 在一般人看来,像扫地,打扫厕所这些工作 是一种低限的工作 怎么可能帮助人修成正果呢? 其实啊,扫地是修行的一种方法 佛家认为,扫地的功用有好多好处呢 一呢,是可以降福,供高我慢心 人都有供高我慢心 觉得我是很了不起的,高人一等的 这种心态其实就是消除烦恼的最大障碍 一个人若能快乐,自在地做一般人 认为下见的工作 也就是降福了,供高我慢心 其次呢,就是干净可以使人的心安定下来 把家里或工作环境打扫得窗明几近 不仅自己的心能感到清静 也会让经过者或使用者的心清静 心一清静,自然就定下来了 还有就是扫除心里的垃圾 我们的心里有很多垃圾 如贪心,称心,慢心,疑心 心里面的垃圾多了,烦恼多了 人也就整天糊里糊涂的 而心地的垃圾扫干净了 心地就清静了 若达到佛经中所说的既无所尽 才算是清静到家 民国年间,河南新郑县城内 有一座名为白塔寺的小寺院 寺内有一个海青和尚 平日里不言不语 每日除了潜心礼佛 就是不分春夏秋冬 天刚一放亮就起床 从寺院的山门开始扫起 直到将县城内的一条东西街道清扫完毕 一边扫,口中还一边念念有词 也不知道他在念什么 有好事者留意倾听后 才听清老和尚每天念的 就只有一句话 扫地扫地扫心地 这个人便好奇地上前去打听 你扫地便扫地 又说什么扫心地 老和尚没有搭理他 一边念一边扫地 那人就越加好奇 一边边地跟着老和尚问 到和尚便反问他 你真想知道 那人说 想 老和尚便说 你想知道答案 就跟我一起扫地 一年后 我便告诉你 那人笑了笑 笑过之后就走了 凯清老和尚就这样不分函数 风雪无阻 一扫就是几十年 后来城内驻军换房 来接替房屋的是一位 伟姓的上校团长 有一天呢 守兵向伟团长报告说 有一个白塔寺的老和尚 一大早就在东西大街上扫地 守兵禁止 他自称已经扫几十年了 请长官不要干涉出家人的修行 伟团长听后感到奇怪 自古和尚修行 都在寺院内念经 从来没听说扫地也是修行 为团长换了便服 去寺院里采访 寺院的方丈告诉他说 海清法师是我的师父 在他还是方丈时 就开始每天这样打扫 几十年风雨无数 从没有间断过 我们做弟子的像接替他老人家 他不许 说每个人的修行是每个人的 岂可替代 我们也就只好依着他了 伟团长提出想拜见一家老和尚 方丈摇头 师父有吩咐的 这几日不见外人 施主请回吧 伟团长见不到老和尚 便藏了个心眼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 站在街边等着老和尚出来扫地 不久 果然看到一个穿僧衣的身影 从寺院扇门戏 挥着扫帚 慢慢沿街扫了过来 边扫 口中边念那句几十年不变的 扫地扫地扫心地 伟团长听了心中不觉一动 伟团长便并命令不下 凡我不官兵 今后见老和尚扫街时 都要恭敬行礼 不久 城内驻军集体归依佛门 成为海清法师的弟子 在归因仪式上 海清法师说 我只是一个扫地的和尚 世界充满成功 道路充满成功 人心里面更是充满了成功 所以我要扫 不停地扫 你们做我的弟子 也要跟我一起扫啊 通俗一点讲 扫地的同时就是在扫心地 清洁外界环境的同时 也是在清洁人内心的灰尘 心地的垃圾扫干净了 心地就清净了 那怎么扫呢 用惭愧 忏悔 反照 觉察 观照 念念分明 念念做主 念念觉察 念念觉照 这样 就能把心中的灰尘扫掉了 这是佛陀 告诉周立潘陀家的方法 扫主的意义 就是除去尘垢 心中的尘垢出尽 智慧也就开了 所以 我们平时可以多 关照自己的内心 时时反省自己 把那些污染我们心灵的 各种垃圾和灰尘 都清理掉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日再会 一念花开 一念花落 一念放下 万般自在 大家好 我是启程 非常荣幸能用声音 在这里和大家相遇 我在山西心中 向您问安 今天呢 和听众们分享 学会自省 清扫内心尘埃 一个叫圆池的僧人 在吴德禅师 坐下 参学多年 非常用功 但始终没有什么长进 有一天 在晚餐的时候 圆池 特意向 吴德禅师请示 大师 一直顿入空门 多年了 可是对一切 仍然懵懂不知 空手 食性供养 请大师 以慈悲为怀 告诉弟子 每天在修池 坐卧之外 还有什么是 必修的课程 吴德禅师回答道 你最好 看管好你的两只木 两只鹿 两只鹰 约束口中一条虫 并且时刻和一只熊斗争 除此之外 还要看护好一个病人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切 并善尽职责 相信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 圆池迷惑地问道 大师 大师 弟子来参佛 身边并没有带什么物 鹿 鹰之类的动物 又怎么去看管呢 再说了 我想了解的是与餐学有关的东西 和这些动物有什么关系呢 吴德禅师笑了笑说 我说着的两只木 就是你的眼睛 要你看管好它 即是让你做到非礼物事 两只鹿 是指你的双脚 你要把持好 做到非礼物形 别让它走罪恶的道路 两只鹰 指的是你的双手 要让它能够 尽到自己的责任 非礼物动 一条虫 则是指你的舌头 约束它做到非礼物言 那只熊呢 是你的心 你要克制它的自私 非礼物想 而病人呢 就是指你的身体 希望你不要让它 陷于罪恶 听了吴德禅师的教诲之后 原耻默默地点了点头 似有所悟 吴德禅师的意思很明了 人应该严格控制自己的私欲 不想 不说 有损于德行的事和话 对普通人来说 就是常常做到自省 自省的方式有很多 可以通过静思的方式 和自己的心灵对话 省察自己行为上的过失 那么 红衣法师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反省的呢 红衣法师在一次演讲中 曾这样说道 唉 我常自己来想 我是一个禽兽吗 好像不是 因为我还是一个人生 我的天良丧尽了吗 好像还没有 因为我尚有一线天良 常常想念自己的过失 我从小孩子期一直到现在 都埋头造恶吗 好像也不是 因为我小孩子的时候 常行原了凡的功过格 三十岁以后 很注意休养 初出家时 也不是没有道心 虽然如此 但出家以后一直到现在 便大不同了 因为出家以后二十年之中 一天比一天堵落 身体虽然不是禽兽 而心则与禽兽差不多 天良虽然没有完全丧尽 但是昏溃糊涂 一天比一天厉害 亦或与天良丧尽 也差不多了 讲到埋头造恶的一句话 我自从出家以后 恶念一天比一天增加 善念一天比一天退失 一直到现在 可以说是 成乎其成的一个 埋头造恶的人 这个也无需客气 也无需谦让 是到了今年 我比去年更不像样子了 自从正月二十到泉州 这两个月之中 弄得不知所云 不知我自己看不过去 就是我的朋友 也说我以前如咸语野鹤 独来独往 随意气质 和四进来竟大改长度 到处演讲 常常见客 时时宴会 简直变成了一个 应酬的和尚了 这是我的朋友所讲的 应酬的和尚 这五个字 我想我自己的 我想我自己进来 倒是很有几分想象 如是在泉州 住了两个月以后 又到惠安 到厦门 到漳州 都是继续浅浅 除了立养 还是明文 除了明文 还是立养 日常生活 总不在明文 立养之后 虽在瑞竹岩 住了两个月 稍少险进 但是不久 又到齐宝廷 冒充善知识 受了许多 善难信仪的礼拜 供养 可以说是惭愧 极了 九月呢 又到安海 住了一个月 十分的热闹 近来再到泉州 虽然时常起一种 恐惧艳丽的心 但是仍不免 向这一条 明文立养的路上前进 可是 近来也有一件 可庆幸的事 因为我近来 得到永春 十五岁小孩子的 一封信 他劝我以后 不可常常宴会 要养静用功 信中又说起 他近来的生活 如吟诗 赏花 看花静坐等 洋洋千言的一封信 他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 竟有如此高尚的思想 正当的见解 我看到他这一封信 真是惭愧万分 我自从得到他的信以后 就以十分坚决的心 谢绝宴会 虽然得罪了别人 也不管他 这个也可算是 近来一件 可庆幸的事情 红衣法师出家后 过着闲云野鹤 淡薄名利的生活 有一段时间 居住于泉州 却突然忙于演讲和应酬 写了许多字 趁着会了几次课 付了几次斋 报上披露了 这些不寻常的新闻 各方都为法师 肯广结法缘 感到无限欢喜 然而 就在这时 红衣法师收到了一位小友 十五岁的李方 李方远 一方洋洋亲年的长信 列举报载有关红衣法师 进来的情形 最后却说 红衣法师变成了一个 应酬的和尚 并劝请红衣法师 闭门敬修 红衣法师看后 大为感动 立即复信表示 即当遵命 必能敬修 摒弃一切 关于泉州 成天寺 佛教养政院 同学会席上 表示忏悔 不久 他就从泉州 称作西传 宿流 直上永春 亲自到童子的故乡 澎湖正义 致义 然后顿局彭山普济寺 经设经修 提其誓愿 实立律愿 又在门上写着 闭门思过 依教观心八个字 眼观五百七十二天 这是法师入敏 十余年来 居住最久的地方 期间 所有酬醉 他尽界决绝 就是诗有信函 也都原地封存 而专修南山绿部 法师的这种 勇敢自省的精神 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我们常人 别说自省 就是明知道自己错了 还要嘴硬 更何况这样 在公开的场合 剖析自己 反省自己 同一法师 在著名的演讲稿 改过实验坛中 告诉我们 该如何自省 那改过自新四字 范围太广 若遇演讲 不知从何说起 今且 就于五十年来 修行改过所实验者 略举数端 为助今言之 总论者及时说明 改过之次第 学 须先多读佛书如书 详之善恶之区别 即改过亲善之法 躺因佛如诸如 浩如阴海 无力变读 而易难于了解者 可以先读格言 于字而识 即读此书 归信佛法以后 易常常翻阅 慎觉及亲切而有味 此书佛学书局 有排印本圣经 醒 即以学矣 即需常常自己省茶 所有的一言一动 为善语 还是为恶语 若为善者 即当痛改 除时时注意改过之外 又于每日临睡时 再将一日所行之事 详细思止 能每日写录日记 更好 改 醒茶以后 若知识过 极力改之 诸君应之改过之事 乃是十分光明磊落 足以表示伟大之人格 所以子共云 君子之过也 如日月之时焉 过也人皆见之 更也人尽养之 又古人云 过而能知 可以为民 知而能改 可以即胜 诸君可不免忽 别事者 其实分别说明于五十年来 改过千善之事 但其事甚多 不可胜举 今且举十条 为常人所不慎注意者 先与诸君言之 华言经中兼用十之数目 乃是用十 以表示无尽之意 今于说过改过之事 仅具十条 正义 事与之过失甚多 实无尽也 此次讲说时间甚短 每条之中 简略名大义 未能详言 若语之之者 写似他日 面谈耳 那是哪十条呢 我们一起来看 一 虚心 常人不解善恶 不畏因果 绝不承认自己有个 有过 更何论改 但古圣贤则不然 孔子曰 五十亿学艺 可以无大过矣 又曰 文艺不能洗 不善不能改 事无忧也 瞿博欲为当时之贤人 敌使人于空字 孔子于之作而未言 曰 夫子何为 对曰 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圣贤尚且如此虚心 我等 哪可以供高自满乎 慎独 无等凡有所作为 启念动心 佛菩萨乃至诸鬼神等 无不尽职 尽见 若时时作如是想 自不敢胡作非为 增子曰 使目所示 使手所指 其言忽 又隐诗云 战战兢兢 如林深渊 如履薄冰 此树语为鱼 所常常意念不忘者 宽厚 造物所计 约科约巧 圣贤处事 为宽为厚 古性甚多 金哪就不降路 吃亏 古人云 我不识何等为君子 但看美事 肯吃亏的便是 我不识何等为小人 但看美事 厚便宜的便是 古时有闲人临终 子孙请遗训 闲人云 无他言 而等只要学吃亏 寡言 此事最为紧要 孔子云 似不及舍 口未在 古讯甚多 金就不降路 不说人过 古人云 时时减点自己 且不暇 岂又功夫 减点他人 孔子云云 公字厚 而脖则于人 以上数语 于常不敢忘 不闻己过 子下约 小人之过 也必闻 我重须之闻过 乃是最可耻之事 不负己过 我 我等堂有 罪于他人之处 急需发大惭愧 声大恐惧 发露尘谢 忏悔前前 万不可顾惜体面 隐忍不言 自狂自欺 闻棒不变 古人云 何以稀棒 曰无变 幼云 吃的小亏 则不至于吃大亏 与三十年来 屡次经验 深信此术语 真实不虚 不称 称习最不易除 古贤云 二十年之一怒子 尚未消磨得尽 但我等亦不可不尽力 对之言 华言精云 一念真心 能开百万账门 可不畏在 因限于时间 以上所言者疏略 但亦可知改过之大义 最后 于上有数言 愿为诸君臣者 改过之事 言之四义 行之甚难 故有屡改而屡犯 自己未能强作主宰者 使有无始素叶所致也 法师所提出的 改过时讯 值得我们反复举脚 时时关照 如此 才能成为一个 真正有修养的人 非常感谢听友们的收听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一念花开 一念花落 一念放下 万般自在 大家好 我是启程 非常高兴 能用声音 在这里和大家相遇 今天和听友们分享 静坐 静坐 常思挤过 闲谈 莫论人非 静坐 常思挤过 闲谈 莫论人非 这是古人修身的名言 告诫人们 要常怀自省之心 检讨 检讨自己的过失 闲谈之时 不要谈论他人是非 红一法师则认为 静坐 几过 是分内之事 而不论人非 却是一个人品德的 试金石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 所谓的静坐 几过 无论人非 应成为我们必备的一种品质 宽恕自己 是常有的事情 而且 借口十足 也有能够宽恕别人的心 但是 却需要时日 道心和尚和无知和尚 都在 静念禅师门下 修行活法 静念禅师经常出去应酬 陪有钱有势的人吃饭 到处笼络财主 要人出资修建寺庙 并且吩咐 道心和尚和无知和尚 四处化缘 吸纳兴建寺庙的金资 道心和尚 心中对静念禅师非常不满 认为他有失出家人的德行 于是在寺中 四处静说 静念禅师的是非 怂应众人 将静念禅师 从住持的位子上赶下去 五只和尚 却从母半点怨言 每日出去 化缘苦度 笼络富人捐款出资 寺庙修建之时 无知和尚也在一旁监工 一点都不敢怠慢 道心于是称无知为 元宝和尚 然而 三年之后 寺中修建的乌鱼 尽数盖好 接纳了许多因为水灾 灾而寄宿的灾民 静念禅师也每日焚香讲课 开导灾民 而且分文不收 道心这才知道 误会了静念禅师的本意 羞愧之下 理事修行 而五只和尚 后来继承了静念禅师的一波 无论是修行者 还是普通人 都应当时时反省 不要随便妄言 要知道妄言妄行 不但有损他人 同样是在耽误自己的宝贵时间 打扰自己的修行和成功 即便你是万事通 也不要讲别人的八卦 因为很多话惊人一传 都会变质 现代人在一起 好议论别人的私人生活 发一发自己对社会的牢骚 未见得大家都有什么恶意 但也绝非善意的表现 不论男女老幼 都喜欢在茶余饭后聊天 八卦 这其中不外乎家常的一段 有科学家研究却表明 背后说他人显化 是人类一种重要需求 排在吃饭喝水之后 幸遇之前 多数时候 我们在议论人非时 并没有主观恶意 大多只是一种心理转移 甚至有时候 我们会觉得 自己心里有话 不说出来 不说出来实在难受 不过 结果 却是很多时候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 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在王阳明全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 有一个名叫杨茂 有一个名叫杨茂的人 既笼又哑 杨明先生不懂得手语 只好跟他用笔谈 只好跟他用笔谈 问他 你的耳朵能听到是非吗 不能 因为我是个笼子 你的嘴巴能够讲是非吗 不能 因为我是个哑巴 那你的心知道是非吗 只见杨茂高兴得不得了 接天画地地回答 能 能 能 于是杨明先生就对他说 你的耳朵不能听是非 省了多少闲是非 口不能说是非 又省了多少闲是非 你的心知道是非就够了 所谓人言可畏 你的一句是非 就可能给他人造成很大的困扰 而你所传的小道消息 也未必可靠 有许多人 却偏偏喜欢打听和传播小道消息 这样的传播 是非者更加让人厌恶 即使你所见 所听皆为事实 也最好把它们烂在肚子里 对方可能做得不地道 但要知道 传播这种是非的人 则更加用心险恶 一个人讲话 若总是不离他人隐私 且所说的内容 总能让你实实惊讶 这样的人 最好离他远点 否则 下一个被出卖的 可能就是你 不要一头扎进是非堆 也不要扎堆讲是非 虽然你也觉得讲是非 是最容易让对方敞开嘴巴的办法 但是 是非讲得太多 心就会变得浑浊 人心之一拳 别把它想得太大 成下了是非 就成不下正事 首先呢 最好干脆就不说 一定要说的话 要做到 话出有据 事出有因 千万 千万不能捕风捉影 随意推断 其次呢 不能参与疯传谣言 做人要学会与人为善 多考虑一下自己的言行 是否会给别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试着从别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很多时候 面对谣言要保持沉默 多看些书 少说些显话 避免祸从口出 俗话说得好呀 宁在人欠骂人 不在人后说人 别人有缺点和不足之处 你可以当面指出 令他改正 但千万不可当面不说 而背后则说个没完 我们应该时刻谨记 不要总是将注意力 放在别人身上 而应时刻反省自己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今天就和听友们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日更新 再见 一念花开 一念花落 一念放下 万般自在 大家好 我是启程 今天和听友们分享 圣读不自欺 红衣法师很推崇古代贤者 圣人所传下来的圣读功夫 在自己的著作中 呈多处强调 圣读的重要性 群居 守口 独处 防心 与人在一起的时候 守住自己的嘴巴 在自己独处的时候 要守住自己的心 一位哲人曾说 即使你独自一个人时 也不要做坏事 而要学得比在有别人面前更支持 宋朝陆九元也说 圣读 即不自欺 意思是说呀 圣读就是不自欺欺人 圣读是一种严格的自律精神 能够做到圣读的人 就可以认定 他的修养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了 修养是一个面对真实自我的过程 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 所以 不能做表面功夫 我们常用真君子和伪君子来评价某个人 其区别就是能否做到圣读 在别人面前 一本正经道貌安然 暗地里却是个十足的小人 大学中是这样说圣读的 小人贤居为不善 无所不知 见君子而后厌然 掩其不善 而助其善 人知事己 如见及被干燃 则何意义 在别人面前一副伪善的面目 别人或许不知道你的真实面目 不知道你到底都干些什么勾当 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当然了 并不是说我们在背地里做了见不得人的事 就说明我们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只是 人在没有约束的环境里 比较容易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吧 所以 要成为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 就要警惕在独处的时候 也要严格要求自己 有的人很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 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 只是 这需要很大的毅力去抵抗那些诱惑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比如说 一个下决心要减肥的人 看到自己最喜欢吃的红烧肉就想 我就吃一次 吃一次应该不会对减肥有什么影响吧 可惜 有一就有二 我们总是安慰自己说 不差这一口肉 所以 我们看到 胖子越来越多 减肥成功的人 却越来越少 这也并不能说 这个人不想减肥 只是他经不起美食的诱惑而已 如果一个人真的想减肥成功 就要做到无论什么时候 都不要吃高脂肪的食物 有一个记者问一个 身材保持得很好的你女演员 你最喜欢吃什么 女演员说 我最喜欢吃冰激凌 记者很奇怪 要保持这么好的身材 冰激凌可是大忌 于是 记者问他 你一支 你一粥 吃几次冰激凌呀 女演员却说 我已经二十年没有尝到冰激凌的味道了 我们一定觉得这个女演员 为了保持身材 这么虐待自己 不值得 但人生就是这样 你要得到一样东西 就要放弃另一样东西 如果这个女演员破了一次戒 那么就有可能收不住 从一个月吃一次 到一周吃一次 甚至每天吃一次 很多人修行败坏 就是这样 一次次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才导致的 要修行 就要时时警惕自己的内心 一刻也不能放松 只要你自己认为不应该做的事 就一次也不要去做 独处防心 是修炼自己渗度功夫的关键 正是因为心不设防 蠢蠢欲动 才会萌生邪念杂念 从而做出有为自己原则的事来 所以才要防心 湖边坐着一对来钓鱼的母子 按照规定啊 两个小时之后 这里才能钓鱼 但是他们来早了 母亲帮孩子把鱼儿放好 让孩子先坐在湖边等 但孩子等不及呀 就把钓竿放了下去 运气却出奇的好 鱼线动了 孩子赶紧往上拉 一条大鲤鱼被钓了上来 孩子高兴的手舞足蹈 这时 母亲却走过来说 我们应该把鱼放了 因为现在还不到钓鱼的时间 孩子却很不乐意 他大声抗议 不 这样的大鲤鱼很难钓到的 更何况现在这里又没有人 不会有人知道的 母亲说 湖边没有眼睛 但是我们的心里有 曾国藩说 慎毒则心安 自修之道 莫难于养心 养心之难 又在慎毒 能慎毒 则内省不救 可以对天地 知鬼神 背地里做坏事 你不说 别人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但你自己会知道 但凡有良知的人 都会因此而感到良心难安 所以 人要做到心安 就要学会慎毒 只有这样 才能无愧于天地 无愧于自己的心 东汉时期的太尉杨振 为官清廉 不谋私利 在道德上堪称是楷模 有一次 杨振由荆州刺史 调任东来太守 在妇任的路上 经过昌仪 遇到了她在 荆州刺史任上 曾经举荐过的官员 王密 王密宪任昌仪县令 王密为了报答 杨振的知愈真 特地准备了十两黄金 于白天去拜见 被杨振退了回来 王密呢 以为杨振是白天不好受 于是到了晚上无人的时候 又一次去拜访杨振 杨振见他又来送钱 对他说 我和你是故交 关系比较密切 我很了解你的为人 但你却不了解我的为人呢 王密说 现在深夜无人知道 杨振说 天之地之 我之你之 怎能说无人知道呢 王密羞愧地离去 这就是杨振 木叶雀金的事 后人因此称杨振为四肢献上 神读应该是一种内在的要求 人们只要把道德变成自己内心的一种要求 才能够真正实践神读 我们神读不是为了别人 而是为了自己 此时我们面对的是自己赤裸裸的灵魂 红医法师在改国实验坛一问中说 无等凡有所作所为 启念动心 佛菩萨乃至诸鬼神等 无不尽知尽见 此数语为语 所长长一年不敢忘 是的 无论何时 都要小心谨慎 以色为戒 做一个值得别人和自己尊敬的人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听友们的收听 我们明日再会 再见 一念花开 一念花落 一念放下 万万自在 大家好 我是启程 今天和听友们分享 心安及时福 红医法师时刻不忘自信 也提醒众生 时刻进行自我约束 自我管理 不要丢掉自己的善心和良知 法师在《南闽十年之梦营》里讲到 出家人何以不是人事之处 我们都得自己反省一下 并说 我进来省察自己 觉得自己越弄越不像了 所以 希望我的品行道德 一天高上一天 希望能够改过千善 做一个好人 好人就是一天比一天更好的人 他还称自己是二一老人 去古诗 一世无成 人见老 和清初五敏村林中 绝命词 以前不止和消说之意 每每想到二一老人这个名字 觉得很有意味 也可以算是我在闽南 居住了十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 法师的弟子回忆说 另一件事 我们亦可以看出 红衣法师的崇高人品 有一次 大师告诉我 要帮他买几支笔 我去书店走一趟 看来看去都不满意 就回来告诉他 让他亲自去一趟 而且那老板 知道是红衣法师要笔 就和我说 请他来一趟 如果他看中了 便把笔送给他 大师听到如此 连口说 不行不行 他说 我们一定要用钱和他买 后来 大师去到书店 老板真的要将笔送他 他却坚持不要 过后 他还告诉我 出家人买东西 不好和人家讲价 但我自己向来买东西 都和人家讲价的 听了他的话 我也不甘多加辩护 尊重他的意思 不再和人讲价 不过心里却相当难过 因为泉州人的习惯 一定要和人家是 讨价还价的 对善良的人来说 最难面对的 最难面对的就是自己的良心 只要我们在做错事后 还能够感到不安 这就是好事 但这并不等于说 我们以后就不会再犯错 他需要我们 以极大的勇气和道德的力量 去面对自己的内心 一个人做错事 最大的受害者不是别人 而是他自己 因为他自己 要接受良心的谴责 古希腊哲学家 苏格拉底曾说过 哎 我从年轻时 就开始有一种特别的现象 每当我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内心都会出现一个声音 叫我不要做 苏格拉底所说的内心的声音 就是良知 我们常说 做了这件事 我会良心不安的 因为自知会良心不安 所以我们才不会去随便作恶 王阳明 是我国明代的心学大师 一天半夜 他的一个弟子捉到一个小偷 看着小偷正当壮年 不缺胳膊 不缺腿的 也不是个大奸大恶之徒 如果宋交官府 肯定要法办 官上个三年五载的 这个弟子 有些不忍 便说 你说你一个大活人 干点什么不好呢 出来偷东西 你不觉得良心难安吗 谁知 小偷却嬉皮笑脸地问道 你能告诉我 我的良知在哪里吗 时值盛夏 虽然半夜了 天气还是很热 这个弟子便笑着说 嘿 我可以放你走 不过 也不能白白放过你啊 看你身上 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也就这一身衣服 还值点钱了 你就留下你的衣服走人吧 王阳明的弟子 让小偷先脱掉外衣 接着又让他脱掉内衣 小偷很不情愿地脱掉了 当让他脱掉裤子时 小偷抓住自己的裤腰说 这恐怕不太好吧 王阳明的弟子笑着说 你怎么说不知道 自己的良知在哪里啊 良知不就在这里吗 他指指小偷的裤子 法华经有言 健康是最大的利益 满足是最好的财产 信赖是最佳的缘分 而心安却是最大的幸福 俗话说 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叫门 人遇到了挫折和磨难 虽然也会有痛苦和挣扎 但是只要熬过去了 就不会再难过 可是 如果是自己的良心 在受着谴责 那么 即使再努力 再挣扎 也没有办法逃避痛苦 遮掩 或许可 可以 逃过别人的眼睛 甚至跳过法律的制裁 但是 唯一逃不过的 是自己心灵的谴责 在一次海难中 他侥幸生存 而其他船员 集体遇难 大家都以为 他也已经死亡 船主按法律的规定 给每位遇难者的家属 一笔不菲的经济补偿 作为唯一的幸存者 他死里逃生 几经磨难 当他在回家的途中 听说在这次事故中 每位遇难者的家属 可以得到 十几万元的赔偿费后 立刻打消了回家的念头 因为他一回去 家人就得不到这笔钱 而这些钱 如果让他去赚 至少需要二十年 思考再三 他开始了流浪生涯 然而 他的心始终无法安宁 他夜夜失眠 想念妻子儿子 承受着良知的煎熬 终于 他感到无法承受 心灵的煎熬 他回家了 回到了亲人的怀抱 为此 亲人们没能挣到 那十几万的赔偿 但他 心里安宁了 尽管他选择了远离 但还是无法躲开心债 十几万元的财富 也买不到自己内心的安宁 其实 有时候想想 人们的心灵 还真是奇怪 越是没有人知道 就越是会自己提醒自己 所以啊 在事情发生的时候 越是想要掩藏 就越会受到内心的折磨 所以 索性不如公开 索性不如让自己受到惩罚 反而可以心安 巴金先生曾说 良心的责备 比什么都痛苦 当我们欺骗别人的时候 最让人觉得可怕的 不是别人对我们的惩罚和报复 而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不安 背负着心债过日子 其中的痛苦滋味 可想而知 所以 在生活中 我们要尽量避免欺骗他人 否则我们将会永远受到内心的惩罚 让自己的内心无法得到安宁 在我们的生活中 只有光明磊落 上不愧于天 下不坐于地 人生才是真正的洒脱 我们才能获得幸福 做错了事 心感到不安 是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善良的人 但我们都不是圣人 犯错是难免的 受到诱惑也是难免的 然而 这毕竟不能成为我们做错事的借口 做错了就要去承认 就要去改正 改正了 我们的心也就安宁了 真正的君子 即使是在没有一个人的荒野 也绝不会做违背良知的事 但如果他认为 某件事值得自己去做事 即使顶着再大的压力 也会去做 正所谓 问心无愧 有一个人看隔壁的女人带着孩子 过日子不容易 经常帮他干点活 比如挑水的时候 顺便给他挑上一单 家里需要搬什么重物 他看见了就主动上前帮忙 时间一长 村里的人都说男人和女人有暧昧 男人的老婆 为了这件事和他大吵大闹 还把他的脸挠破了 第二天早上 人们看见男人脸上 带着伤赶着马去赶急 隔壁的女人和孩子 艰难地背着一格口袋 在行走 男人跳下车 二话不说 把口袋往车上一扔说 上车 女人犹豫着说 大哥这不好吧 男人满不参乎地说道 怕什么 我问心无愧 有人认为 人生最可怕的不是磨难 而是违背良知 遭受内心的谴责 今天就和听众们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日再会 一念花开 一念花落 一念放下 万般自在 大家好 我是启程 今天和听众们分享 劝人改过 劝人改过 必先美其长 红衣法师在《格言别录》里曾有这样一段话 反劝人不可拒止其过 必须鲜美其长 盖人喜则言易辱 怒则言难入也 善花人者 心诚色温 气和此晚 容其所不及 而量其所不能 竖其所不知 而体其所不欲 随时讲说 随时开导 红衣法师这段话 要我们在劝诫别人时 不要直接去指出他的过错 而可以从赞扬他的优点说起 对方在高兴的时候 才能较容易地接受你的批评 一味的指责 只会适得其反 所以 当我们准备说服别人时 不妨先从他最感兴趣的话题说起 顺势而开导 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在批评别人之前 先肯定他的优点 然后 再不露声色地指出他的缺点 那么 结果就大不一样了 比如 孩子在学校和同学打架 做父母的 首先要肯定他是个好孩子 在某些事情上很有正义感 在家里也很懂得照顾父母 平时都很讲道理 比方可以这样说 我知道 如果你不是特别生气 是不会打架的 孩子觉得自己被理解了 这时候 即使你没有指出 他打架的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他也会主动承认错误 这就是红衣法师说的 凡劝人 不可拒止其过 必须鲜美其长 盖人喜 则言易如 怒则言难入也 的道理 在红衣法师的 格言别录里 记载 屡心无云 择善 要看其人何如 又当尽常善 救师之道 无止摘其所记 无尽数其所失 无对人 无翘直 无常言 无磊言 犯此六戒 虽忠告 非善道矣 实说呀 我们劝人向善使 要根据这个人的实际情况去欠解 不要去说他最忌讳的话 也不要指责他的所有过失 要对事不对人 说话不能太直接 不能长篇大论 要点到为止 更不要啰里啰嗦 如果我们在劝道别人时 犯了这六条 就算你说的话是忠言 也不能算是你做了好事 弹心法师在回忆文章里曾提到 记得有一次 犬州有一个姓黄的 他善于画画 多次邀请大师吃饭 大师给他请多了 就破例在藏经楼上 叫我预备了几样菜 那时正是战争时期 什么菜呀都十分稀罕 不过 当时我弄的几道菜 倒是还过得去 在近时中 黄居士请大师批评他的话 大师从来不直接批评他人 他看了黄居士的话 随口说 好 不过 学画的人应多学多看 能多看好几家的画 才能吸收人家的特长 学画要先学画圆 画了圆将它对折起来 如果四周都能相叠 才算有了起步的准备 接下来第二步 就是要学习一笔 就能画出一条指线 第三步 则是一口气 能画出一个正四角形来 同时将画纸对折后 四角形的四个角 都能相叠为准 大师强调 一个学画画的人 开始时 一定要完成这几个步骤 若不能完成这三个步骤 这将来可很难画画了 他又说呀 西洋画家最讲究画面的构画图案 空白在画面上有时是加以保留的 因空白本身对画面具有重要性 大师当时还告诉我 叫我和黄居士说 最好去买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 《历朝观音宝像》一书来参与 他说 该书收藏了各家的作品 若能小心参考各家的笔法 窒息起优劣点 然后自成一家 那是最好不过了 大师一指出 艺术贵在清淡 如佛法所说 此法非思量不度之所能解 此法是指佛法 也就是说 佛法不是单靠思量而不去精读就能了解的 同样 此书此画此艺术 都是非思量不度之所能解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大师对我说 我不好意思告诉这画家这些话 劳烦你转告给他知道 我的感想是这样 对不对 由他自己去想想 红衣法师说 这话时是非常客气的 多补充一句 大师曾说过 一一数到了最高峰 就是佛法 如果我们在劝说别人时 不停地说对方的不是 就算对方心里明知道你说的话都是对的 是为他好 他也会觉得不舒服 如果你批评得过于严厉 他可能还对你怀恨在心 不但不能够导人向善 反而可能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啊 我们的责善之言要慎出口 在劝人的时候 不妨使用讲故事的方法去劝解他 而不是直接针对他本人的错误 去跟他摆道理 再坏的人 他也是有优点的 比如 他长得不错 很会说话 聪明 如果我们能够抓住他的优点 去肯定他 而不是抓住他的缺点 去否定他 他就会从心眼里感激你 从而刻意发扬自己的优点 抑制自己的缺点 一个杀人犯在去刑场的路上 引来群众围观 这时候 人群里突然有一个老妇人说 啊看 小货子头发多漂亮啊 这个杀人犯流着眼泪说 如果早有人对我说这句话 我就不会有今天了 的确 也许只要我们及时给予对方一句赞美 他就会及时停下犯罪的手 而我们的一句咒骂或者指责 可能会让一个好人也生出怨怼之心 善化人者 心诚色温 气和此晚 容其所不及 而量其所不能 树其所不知 而体其所不欲 随时讲说 随时开导 就是说呀 善于感化别人的人 都是语气诚恳 态度温和 用于委婉 能够包容他 理解他 原谅他 同情他 有事说事 随时化解 风子凯先生在怀念 《红衣法师》的文章里曾提到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 不唱歌而看别的书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 图弹在地板上 还以为李先生看不见的 其实他都知道 但他不立刻责备 等到下课后 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 郑重地说 某某等一等出去 于是这位某某同学 只得站着 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 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 向这位同学和气地说 下次上课时 不要看别的书 或者 下次谈 不要吐在地板上 说过之后 他微微一句功 表示你出去吧 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 又有一次下音乐课 最后出去的人 无心把门一拉 碰得太重 发出很大的声音 他走了数十步之后 李先生走出门来 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 等他到了 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 进了教室 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 让他和气地说 下次走出教室 轻轻地关门 说完就对他一鞠躬 送他出门 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 无论对方犯了多大的错误 你怒气冲冲地去指责他 即便你指责得完全在理 别人也不会听你的 相反 他可能比你还生气 愤怒 每个人犯错 都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 一味地指责他有错 是必须不公信的 他也会有百般的委屈 他需要的是别人理解 包容 而不是指责 如果能够从心理上去体谅 那么 即使你一句话也不说 就已经起到 劝人向善的作用了 我们总是对自己的缺点 能够宽容 对别人却很苛责 用放大镜去看别人的缺点 指责别人的时候 往往也是一针见血 切中要害 专往别人的伤口上撒眼 甚至希望让别人心服口服 向你跪地求饶 就算你站在真理的肩膀上 也用不着得理不饶人 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坏人 可是坏人一旦犯了错误 我们就对他不依不饶 择其太过 导致他对别人产生了戒备 和敌对的心理 以至发生更严重的报复行为 在错误的泥潭中 越走越深 所以即使对方使恶不赦 也不可以把对方说得 一无是处 如果我们自认为 自己是道德高尚的人 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去捕食别人 批评别人 对别人的所作所为 指手画脚 那丝毫不能证明 你比别人更高尚 相反 只能证明 你狭隘 刻薄 招致别人对你的反感 和反激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听友们的收听 我们明日更新 再见 一念花开 一念花落 一念放下 万般自在 大家好 我是启程 今天和听友们分享 好说话 说好话 宏一法师 在《格言别录》里 曾有这样一段话 凡一事而观人终身 总确见时闻 不可住口 凡一语而伤我长厚 虽闲谈戏谑 甚物行言 结怨愁 遭祸害 伤阴志 皆由于此 宏一法师这段话告诉我们 说话不可伤人 不可口出恶言 在其著作中 曾经提到《华言经》 里面就将口出恶言 当作佛教中的 第六大恶行 正言法师说 心地再好 嘴巴不好 也不能算是好人 我们常说 一个人是刀子嘴 豆腐心 这个人嘴巴不饶人 但心地是很好的 快人快语 有什么说什么 自然 聪明的人 如果听到有人批评自己 不应该就此心生怨恨 不可因为别人说话不好听 就认为他的人品有什么问题 或者对自己不好 但对于说话的那一方 为什么就不能改改自己的性子呢 多替对方着想 批评的话 也可以好好说 的确 很多时候 我们并不想去伤害我们身边的人 但是我们却往往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 而对人恶语相向 人要常说给人欢喜 鼓励 肯定和赞美的话 多说好话 少说坏话 也是一种修行 有时候 我们遇到某个人 或者某件事 经常要忍不住发表自己的观点 也许 从本意上 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对方有所受益 比如 你的闺蜜因为失恋 向你诉苦 你如果冷言冷语地批评她 当初看人不准 陷得太深 这样只会令她更加痛苦 所以呀 这时候我们要明白 无论她以前犯了多大的错误 都不需要你指出来 因为你不说 她自己也会明白 而你的指责 有可能让她受到更大的伤害 你这时候需要鼓励她 祝福她 相信她一定能走出阴影 重新获得幸福 或许 你不经意的一句批评 就会令对方感到心晦意冷 做出傻事 而一句关怀的话 却能让沮丧的人 有生存下去的勇气 因此 人要经常检点自己的口舌 台湾著名佛学作家 林清玄在读高中时 是一个很顽皮的学生 经常被寄过 甚至被留校查看 很多老师都不待见她 以为这个学生已经无可救药 国文老师王雨苍却找到她 语重新长地说 我教了五十年书 一眼就看出 你是个能成大器的学生 正是这句话 点亮了林清玄的人生之路 她从此八分独抢 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 有趣的是 走上社会的林清玄 也用同样的话语 使一个小偷改过向善 有一天 林清玄路过一家羊肉炉店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非常热情地招呼他 那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他拉住林清玄的手说 林清玄一定不记得我 林清玄很尴尬地说 很对不起 我真的想不起 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中年男人告诉他 二十年前 他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小偷 他的作案手法非常高明 犯案上千件 许多被偷的人家 几周后才发现家中失窃 而现场 却找不到任何偷窃的痕迹 但终于有一天 他被警察抓住了 这时 在报馆担任记者的林清玄 去采访这个小偷 听完警察的叙述后 林清玄不禁对这个小偷 生起敬意 因为手法这么细腻的专业小偷 是很罕见的 而这个长相斯文的年轻人 居然在警察局面前 拍着胸脯说 大丈夫敢做敢当 凡是我做的 我都承认 林清玄百感交集 回去后写了一篇特稿 忍不住感慨 像心思如此细密 手法这么灵巧 崩格这样突出的小偷 又是这么斯文有气魄 如果不做小偷 做任何一行都会有所成就吧 没错 这个老板就是当年的小偷 因为林清玄的文章打动了小偷 从监狱出来后 他开了家羊肉炉的小店 改邪归正 说话不注意 只因一时口快就恶欲伤人 不仅伤人面子 还会破坏朋友之间的感情 有一天晚上 卡奈基参加一场宴会 宴席上 坐在卡奈基右手边的一位先生 讲了一个故事 并引用了一句话 意思是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他说这句话出自圣经 卡奈基知道这位先生说错了 他马上直接了当地纠正这位先生的话 对方立刻反尘相机 什么 出自莎士比亚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句话绝对出自圣经 他自信确实如此 这时 坐在卡奈基左边的朋友 格蒙是莎士比亚的研究者 于是 卡奈基和那位先生 便同时向他请教 格蒙在桌下 踢了卡奈基一下 然后说 戴尔 这位先生没说错 圣经有这句话 那晚回家的路上 卡奈基对格蒙说 弗兰克 你明明知道那句话是出自莎士比亚 是的 他回答 这句话出自哈姆雷特 第五幕第二场 可是 亲爱的戴尔 他不过是宴会上的客人 为什么要证明他错了 不给他留面子 会使他喜欢你吗 卡奈基明白了自己的失误 从此尽量让自己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成一时口舌之快 只会给自己树底 人际交往的原则 应该是永远避免跟别人发生正面冲突 只有谦卑待人才能得到友谊 但是 很多人的口舌之快 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只要是看到或者想到的事情 都会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因此 当我们在与人闲谈时 说话一定要经过大脑的过滤 好好地琢磨一番再开口 不该说的话 最好一句都不要多说 若只为满足自己的一时口快 而言行不慎 让别人下不了台 也会把自己的事情搞糟 是不礼貌的 也是不明智的 管好自己的嘴 做一个言出友善 话语暖人的人 好美言 恶恶语 是人的本性 嘴巴甜的人 未必是一个好人 但一个好人 一定是一个口出善言的人 正言法师说 心地再好 嘴巴不好 也不能算是好人 说好话 也如同我们做好事一样 绝非取义奉承拍马屁 而是出自一种美好的心愿 愿意使对方感到快乐 得到鼓励 扣出恶言 不需要特殊的训练就可以做到 但扣出良语 却需要长期修炼 当我们忍不住想 实话实说时 不妨马上在心里叫停 开始你可能不习惯 总是忍不住 但只要你有狠心 并且能够意识到 自己这种行为 不但对己对 对己不利 与别人也毫无帮助时 慢慢就会习惯成自然 之后 你可以试着多说好话 试着从另一个角度 去开解他人 多看看别人的反应 你会发现 说好话一点也不难 当然 好话要说得八字肺腑 而不是口是心非 说好话不光是一种技术火 更是一种做人的心态 说好话也是心地善良的表现 只要你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 直到即使是出于善意的批评 也会给别人造成伤害时 就自然知道如何好言相劝了 今天就和听友们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日更新 一念花开 一念花落 一念放下 万凡自在 大家好 我是启程 今天和听友们分享 通过自我警醒 物质 改掉坏习惯 红衣法师在改习惯一文中写道 无人因多生以来之肃习 即以今生自有所受环境之汛染 而自然陷于身口者 名曰习惯 习惯有善有不善 今切言其不善者 常人对于不善之习惯 而略称之曰习惯 仅依俗语而标题 在家人之教育 以矫正习惯为主 出家人一耳 但尽是出家人 为上弹炫说妙 于自己威信之习惯 固执之不问 即自己一言一动 即粗显意知之习惯 亦含有加以注意者 可通探也 于于三十岁时 即觉知自己恶习惯太重 波斯尽力对质 出家以来 很战战兢兢 不敢认情示意 但自愧恶习带重 二十年来 所矫正者百无一二 自今以后 愿努力痛改 更愿有圆珠道吕 一阶愤昧兴起 同致力于此也 无忍之习惯甚多 今欲改正 以依如何之方法 若奴列多条 而一时改正 则辛劳而孝少 以于经验言之 以先举一条 乃至三四条 逐日努力检点 既以改正 后再逐渐增加可儿 法师认为 一个人在改正 以往的缺点 和不良习惯时 往往急于求成 希望马上就能改掉 恨不得自己 马上就变成 另外一个全新的自己 但实际情况是 越着急的人 越难以改掉坏习惯 因为改掉一个坏习惯 不是一天两天 就能办到的 比如 有些人有吸烟的习惯 如果他们手上的烟 突然没有了 就会变得很烦躁 在明知道 吸烟有害健康的情况下 这些人也会因为 难以克制吸烟的欲望 而救息复燃 我们常说 恶习难改 一个人一旦养成 一个坏习惯 就很难改掉 越着急就越改不掉 那怎么办呢 法师认为要慢慢来 一次改掉一个缺点 改掉一个之后 再改另一个 改掉一个坏习惯的同时 就证明你养成了一个好习惯 要改掉喝酒 抽烟的习惯 不妨用喝茶代替 有一个人 有看着电视 才能入睡的习惯 这样诚然可以帮助他入睡 但却很浪费 实在没有必要 后来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用看书来取代看电视 直到困意习来为止 而且 即使在睡前 只看一页书 天长日久 也会收获很大 记住 一定要用好习惯 来代替坏习惯 而不是用坏习惯 来代替坏习惯 比如 有的戒严者在戒严之后 会变得暴隐暴食 这就是用一个坏习惯 代替了另一个坏习惯 有一个小孩 老是爱玩游戏 家里怎么管也管不住他 后来 有一阵子 妈妈发现 他突然不玩游戏了 心里很高兴 以为他改掉了坏习惯 后来才发现 他虽然不爱玩游戏了 却迷上了赌博 当我们决定要改掉一个坏习惯的时候 最好不要对自己说 我要改掉坏习惯 而是要对自己说 我要养成另一个好的习惯 比如你不爱洗澡 比如你不爱洗澡 你就对自己说 我要变干净 从今天开始 每天都洗一次澡 如果没有这个条件 也可以一周洗一次 如果你只是说 我要改掉不爱洗澡的习惯 就有可能永远也改不掉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目标 你不知道要多久洗一次 才算是爱洗澡 等你习惯了每天洗一次澡 三天不洗就会觉得难过 这就是好习惯的力量 用好习惯来代替坏习惯 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只有这样 才能避免改掉一个坏习惯的同时 又养成另一个坏习惯 我们在改自己的坏习惯时 很容易对自己心软 很不下心 比如说 有人为了减肥 连续五天没有吃肉了 到了周末 为了补偿自己 海吃了一顿 结果呢 海吃完了 又会想 还是肉好吃 算了 胖点就胖点吧 不是胖点吗 于是 减肥计划就这样泡汤了 我们太容易宽容自己了 红衣法师修行深厚 对自己要求甚严 然而 即使是这样的高僧 仍然认为自己恶习太重 红衣法师钻研绿学 对改正习惯之法非常注意 在一次演讲中 法师列举了僧侣七条不好的习惯 这些习惯虽出自山门 而且在僧侣的努力下已改过 但对再俗的人仍有参照作用 首先就是食不言 吃饭时不要说话 吃饭时说话 含着一嘴饭菜大谈特谈 不但有爱消化 也很不雅观 第二 不非食食 该吃饭时吃饭 不该吃饭的时候不吃 养成按时吃饭的习惯 在出家人 吃饭定时是一种戒律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按时吃饭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健康 吃饭不定时 会造成消化系统紊乱 与身体无异 第三 衣服朴素整齐 衣服朴素整齐 或有旧质 色质未能和仪者 暂坐内衣 外照如法之服 现代人物质极大丰富 当然不必 新三年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但是 我们仍然要注意 在穿着上不要过度浪费 有些人买衣服 动不动就名牌 结果把自己搞得经济紧张 这就不是一个好习惯 对于不再穿的衣服 应该洗干净 别整齐 将它们送给需要的人 第四 有别修礼颂等课程 每口除听讲 研究 抄写及随四种课颂外 皆别例 礼颂等课程 尽力行之 或有 美臣于佛强贵读华言经者 或有读华言经者 或有读金刚经者 或每日念佛一万以上者 第五 不闲谈 出家人每喜聚众闲谈 须散光阴 背迟道业 可悲可痛 金珠道旅 以能见出自习 每于时候或傍晚 休息之时 皆于树下研颠 或经行 或端坐 或送莫佛号 或朗读经文 或漠然念念 平时大家都爱聊天 打发时间 有些人 甚至把聊天 当成打发日子的重要内容 如果我们找不到人 同我们聊天 就觉得特别无聊 上班的时候 也喜欢和同时 聊家常里短 很多重要的事情 都被放在一边 这当然也不是个好习惯 因为聊天耽误了工作 但是我们明知道不该这样 却总是控制不住自己 把聊天的时间 用来学习工作 哪怕听听音乐 也比说些无意义的闲话 要有意义的多 第六就是不月报 各地日报社会新闻栏中 关于杀盗盈望等事 记载最详 而淫欲诸是 由描墨尽致 虽无淫欲之人 常月报纸 亦比受其熏染 此为现代世俗教育家 所痛开止 故学绿珠道理 竟以自己发心 补月报纸 法师认为 报纸上为了吸引读者眼球 多登一些负面的新闻 每天花时间读这种新闻 除了让自己心不安之外 也浪费时间 至于现代人 每天通过各种媒体渠道 获得的这类信息就更多了 所以在阅读这些信息时 也应该有选择地去阅读 同事朋友之间 甚至网友之间 往往会为了某个新闻热点 讨论半天 真是浪费生命 对于网上的那些 形形色色的新闻 如果你没有很强的分辨能力 很可能会影响到人的善恶观 第七呢 就是常劳动 出家人性多懒惰 不惜劳动 今学绿珠道理 皆已发心 每日扫除大电及僧房眼下 并奋力做其他种种劳动之事 我们可能会喜欢做很多事情 比如小孩子喜欢玩 女人喜欢逛街 男人喜欢打球 可是我们偏偏不喜欢劳动 那什么是劳动呢 家务工作都是劳动 有些年轻人 脏衣服脏袜子堆成衫了都懒得喜 可是 打一夜的游戏 他都不会觉得累 如果我们能做到以上七条 那么 生活就会变得清静充实 一二三条告诉我们 生活要有节制 四五六条告诉我们 要随时进化自己的心灵 少为他人和社会的 是非干扰 第七条 则是所有习惯的根本 如果这些坏习惯都没有 那么 就像红衣法是这样 想一想 自己还有 有没有什么坏习惯吧 嗯 好 今天就和听友们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祝听友们晚安 谢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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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的收听